艾蜜莉在巴黎裡面 主廚的餐廳 我算是就是這次未來 看奧運還有游泳池 戒備森嚴 穿制服的壯碩的猛男帥哥 站在入口 給大家看一下在巴黎聖母院前面 準備舉辦奧運的樣子 是整個瘋起來的 哈囉大家 我現在在巴黎了 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昨天就是從 Vancouver然後要飛到巴黎 中間呢有在一個叫 Calgary的地方轉機 那那個機票上面其實有寫 就是大概轉機時間只有45分鐘 結果沒有想到 就是第一班飛機就是大 所以我第二班飛機 我只剩下 我只剩下10分鐘的時間可以跑到登機口 結果它那個機場超大 就是你要我要從 A然後一直跑跑跑跑到 D這樣子它總有ABCD 然後每個A可能A12 345678到30幾 然後可能B也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路這樣跑 我是登機口是D87 前一班飛機 35分下飛機 然後我下一班飛機 45分要登機 然後從A走到D 超遠 超遠我快累死了 然後我到的時候呢其實已經比 登機時間還要晚了 但是其實還好 因為你知道 加拿大好像都很喜歡DELAY 因為我到的時候大家也才剛要排隊登機 所以我之後還是有非常順利的登上飛機 那這邊呢我就一定要跟大家講 就是如果你要從溫哥華 在加拿大國內線飛 一定要一定要 很重要一定要提早到 因為我昨天就是沒有事嘛 只想要趕快逃離 所以我大概提早三個半小時就到機場了 結果 哇靠你們知道那個人超級誇張了 就是一堆人就是 好像那種飛機已經超級靜止 上到半個小時就要起飛了 結果他們竟然還卡在check in那邊 我一開始排隊的時間到我真的已經 拿到登機證拖運完 行李已經是一個小時多後了 所以你們一定要就是提早到 不然真的是會很趕 好總之呢我現在在巴黎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我未來這兩個禮拜 會住的學生宿舍 因為我來巴黎就是要來上就是法文課嘛 然後我其實只上兩堂 然後我是一對一的 因為他們說我的程度就是 沒辦法上團體課 534就是這次為了來看奧運 所以才一起報了法文課 才會有這個美麗的學生宿舍可以住 那我一定要來開箱這一間 就是非常厲害的 我目前目前住過最最最厲害的 學生宿舍給大家看 小小工商時間 等等先別快轉 錯過就可惜了 我知道台灣有很多家遊學代辦 在雲遊家提供最棒的註冊裡 你以為遊學只是學英文學語言嗎 錯 只要在雲遊家辦理遊學 就會加徵一堂興趣體驗課 香水課 陶遺課 卡丁車 高爾夫球馬術課 依據你的遊學週數 就會加徵一堂興趣體驗課喔 當然還有太多贈品 我沒辦法一一說完 心動的話就趕快去諮詢報名 遊學不限年齡 想學任何語言 想去任何國家請洽雲遊家 咨詢連結我放在下面資訊欄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加官方LINE 也可以追蹤Instagram 可以看看雲遊家 現在目前在海外學生最新動態喔 偷偷說 如果是要法國巴黎遊學的學生 還會在家政留髮攝影師的跟隨拍攝喔 想在法國巴黎留下美美照片 千萬不能錯過 趕快去諮詢報名 門口的地方進來呢 就是廁所 那我昨天一開始來的時候 電燈還壞掉 直接變夜店風 那他們非常有效率 馬上就來修好了 廁所呢 就是算還不錯 就是 非常的乾淨漂亮 那裡面已經都堆滿了我的東西了 因為我已經住了一個晚上了 那房間呢 非常的大 你看它有這個小樹桌 可以讓我化妝就是剪影片之類的 那衣櫃它是 也是非常的大 裡面可以放很多衣服 那我目前其實是只有放裙子 然後 欸 這邊 怎麼這麼亂 欸我才一個晚上 你看我把台灣帶的食物都放在這裡了 那我其實衣服大部分都還在行李箱 我都還沒整理 然後床已經被我睡亂了 然後這個電視呢我是問號啦 因為打開都講法文我也聽不懂 所以我也沒在看 給你們看另外一個角度 喔對還有這個全身鏡 欸我真的覺得這個全身鏡看起來是我比較瘦啊 欸很讚耶 我真的覺得有附全身鏡真的是 讚 來再來是這個窗戶外面 很厲害 外面超級 這個那邊好像是 別人家的然後這邊才是我們家的 然後就是有這個躺椅可以在那邊曬太陽 我才不要曬太陽的欸 然後 還有游泳池 他們有說游泳池是早上9點開到晚上9點 然後是免費的大家都可以來用 健身房的部分 欸好酷欸 而且還蠻大的耶 我剛剛發現 這裡竟然還有一個這麼酷的地方欸 是 讀書的地方 它叫study room 然後它整個 超級大的 最好笑的是我剛剛一直很疑惑 這個到底是什麼 請問 為什麼要在沙發 裝這個簾子是怎樣 那它裡面是寫什麼 可以讓你在這邊 思考的嗎 不知道我覺得 這個地方好酷喔 然後還有 有 飲水機欸 還有茶包可以喝到飽嗎 我很少在國外看到這種飲水機 覺得很酷 超大 study room gym 跟laundry 都在一起 它整個空間都還蠻 乾淨明亮的 那我現在呢 剛好要去廚房煮麵 做了午餐 所以大家就跟我一起去參觀廚房 OK我現在麵煮好了 然後剛剛 就是拍廚房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 另外一個日本人 他在那邊煮飯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講話 那我剛剛也有順便問他 就是如果房間垃圾滿 然後怎麼處理 然後他跟我說 這邊是有room service的 所以就每個禮拜會有人 來幫你收垃圾整理房間 欸 果然真的是 高級呢 我真的超愛Kiki的麵 因為Kiki的麵 超級好吃 而且我覺得他的醬給的夠多 所以你就是還可以再額外加菜 我真的覺得這是焦麻拌麵 超級好吃 這個就是 我的宿舍的外觀 那這一區感覺就是還蠻 蠻安靜的 我剛剛呢 去了地鐵站買了 奧運的那個 就是交通卡 就他上面有印那個 2024巴黎奧運的圖案 然後一張是2歐這樣子 重點是現在就是 奧運期間 那個地鐵真的是天價欸 我最後是買了7天的pass 然後是70歐 然後如果只買一天的話 是16歐這樣子 那我現在要走去 看一個香水店 我今天 穿的就是 自以為 好像要比較法式一點 沒有這麼的美式休閒 就是想說在法國應該要 就是穿的法式一點 自以為 到了就是這家 Roger & Gareth 感覺很Q欸 買了兩瓶香水 他帶著很可愛欸 長這樣子 裡面 兩瓶香水 然後還有給我 sample 現在要去坐地鐵 去下一個購物點 你們不覺得巴黎的房子都長得蠻像的嗎 我覺得就是市區的那個房子 真的都長得很像 所以我覺得我去到哪 好像都在同一個地方 那我現在呢 要去一間 大家要說 來巴黎必逛的藥妝店 叫做蒙日藥妝 然後你們看 超未決的袋子 他剛剛那個香水的那個袋子好難拿 然後我就決定 好吧 我要放一個塑膠袋 然後我就找到我包包裡面 叫我超未決的袋子 超台 超台 這個米色呢 是我的水壺袋子 因為我水壺會帶很大一罐 然後我每次都會這樣 大包小包的 這個呢 就是巴黎的公廁 然後他是開24小時免費的 就是進去就可以上了 這個就是蒙日藥妝 已經逛完藥妝店了 然後 真的大推 大家來巴黎一定要去這個蒙日藥妝店 因為他真的超級豪邁的 我本來以為我進去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出來了 結果 我已經逛到那個店員跑來通知我說 啊那個小姐不好意思我們 等一下15分鐘就要打烊 如果你要tax free的話 你要現在去結帳喔 然後 逛到一個整個忘記時間欸 逛到一個整個忘記時間欸 剛剛突然走到一區 人超多然後都是餐廳 所以我現在 繼續講 反正就是裡面什麼法國的品牌都有 什麼藍扣啊 克蘭斯 百歐的馬什麼 反正就是裡面什麼牌子都有 真的是大推 然後 買到一百歐的話還可以再退稅 然後記得大家要去下載那個九折券 那個九折券就是裡面都可以用 就是你可以再打九折之外 還可以再享有他們原本的折扣 然後還可以再tax free 是不是超級划算 我買超級多東西 才101歐 重點是我還買了一個這個 抱運的okbong 我覺得超可愛的欸 我就買了 你各位啊 現在在我面前的就是 艾蜜莉在巴黎裡面主廚的餐廳 就是在一間 裡面真的是一模一樣欸 我覺得我這一趟完全就是艾蜜莉在巴黎的菜店 艾蜜莉在巴黎男主角 Gabriel的餐廳呢 就在萬神殿的前面而已 就是走過去幾公尺就到了 那現在呢 天有點陰陰的 所以我臉看起來好像有點黑 Anyway 這個就是巴黎的萬神殿 但最經典的還是羅馬那一個 有去看我羅馬的影片就知道 我有進去拍 Hi 給大家看現在 因為已經快要奧運時間了 然後現在路上是封鎖的狀況 前面就是巴黎聖母院 你看那是警察 給大家看現在在巴黎聖母院前面 準備舉辦奧運的樣子 是整個封起來的 然後這是聖母院 整修到一半的樣子 然後 對 現在就是整個 旁邊都是封起來的 過不去 沙士比亞的書店 相信大家在很多電影都看過它 然後包括金城武的長榮廣告 又來這邊拍 目前橋都還可以過岸 然後 開牧師那天可能就不行了 因為他們橋是有售票的 沒錯 那我現在在這個橋呢 就是在聖母院旁邊的橋 這邊的話就是聖母院的側邊 欸開牧師的座位耶 好羨慕有買到票的人喔 票真的是天價耶 我買不起 欸跟你們說他們真的是戒備森嚴 就是你 完全找不到縫可以穿進去的那一種 滴水不漏耶 而且全部都請就是 穿制服的 很壯碩的猛男帥哥 站在入口 就是怕你給我闖過去這樣 either it's a goose or a dog 是呀 好煩喔 好煩喔 那再次我會和你家的路線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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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煩喔